谢谢 这边有萝卜干嘛 你要吃吗 对 这个吗 对 好 你小心手啊 威廉 看在眼里 帮帮忙 威廉 帮帮忙 行啊 那我先回去了 你怎么说这碗你也不能刷了 没事 得给我刷 没刷没刷 不行 不行 真不行 你就刷了 我刷了 你这又煮又刷的 多难受呀 啊 这种兄弟情感 你这又刷又刷的 多难受呀 啊 这种兄弟情感 很想哭 好贴心啊 好感人啊 他觉得没地儿 你给他盛来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给他盛来点 他没吃过 我吃饱了 我刚刚吃了两个大虾 真的有点顶 真的 真的 给你留点 没事 我们等一会儿再吃 走 走 胃口都没了 对 怎么可能两个大虾就顶 坐哪儿 坐哪儿 还是哪儿 哎呀 好心酸呢 他们兄弟两将坐在院子里面 猴啊 我的好兄弟 怎么回事呢 没事 我觉得 我老是觉得 就 我和他现在这块 你发现没 对 反正我挺理解你的 就是 就是感觉 挺喜欢 然后感觉某些方面不合适 然后就有点 有点犹豫 有点矛盾 是吧 其实呢 我觉得吧 就是他 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说 完全跟你就是 同品 对 或者是说他完全是你理想 也不可能 对啊 对啊 哪有这样的人呢 就是 也就是两个人的感情观 嗯 哎呀 咋说呢 就可能我这几年就一直是 因为我这种性格 其实一直是陷入在 我父母的 就离婚的那种悲伤这种的 就是那种 就是 他有故事 就这几年一直 就这件事 我一直没有办法释怀 就是 无论怎么跟别人说 我心里已经释怀 但是我确实真的释怀不了 他会释怀不了 其实跟他的感情观有很大的原因 因为他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为什么一定是要分开呢 对对对对 大进三十 我超级超级矛盾 你还去谁呢 就是我不知道 大进三十晚上我在哪儿过 我只能这边提前吃年夜饭 然后我再开车去另外一个城市 去跟另外一个人吃 这样的话两边都不乐意 就是我跟我妈已经 没事了 快了 快一年没有见面了 没事 没事 不断了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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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别哭 没事 不哭 兄弟不哭 不哭 你想他是吗 他真的不理解我 他真的不理解我 不哭 过年他把我赶走了 没事 没不哭了 就这个 哎 他老师就觉得我是在帮我吧 没事 过年他没见到他 真的 就是觉得我的 就是这种感情就太沉重 就是我感觉没有人理解我 太难了 对 这真的太难了 这没办法 但我觉得 你只好可以明白就是说 他们 每个人肯定都是在乎你的 嗯 是啊 只容说就是他们的观点达不到一致嘛 但是吧 那你不能就是说因为这件事 不要让自己不自信 嗯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我的家庭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我现在的恋爱观 嗯 恋爱观 很 独特 就是我希望那是两个人能够 嗯 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嗯 就是能够互相陪伴很久很久 就并不是某一个时间段的陪伴 那可能这个肯定是 对 其实我是一个把家庭跟婚姻看得很重的一个男人 就是嗯 因为我是觉得嗯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互相搀扶着心 对 对就是要就是一起面对风雨 对 就是 就是感情 我觉得太沉重了 对自己不好 更是对对方不好 对 给对方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对 就是我真的在想 我是不是也有点什么毛病的事 哎呀 没有 我看你 我真的我跟你特别像 你知道吗 真的 我跟你特别像 但是我觉得这样真的有毛病 嗯 我也觉得挺有毛病的 真的就是我觉得我 就是你你上来就就那样就那样 你就给人压力很大 然后 然后有一些问题产生的时候 你就是觉得他不适合结婚 你吵架然后你发现他确实三观不一样 但是柔柔三观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也可能过得挺好的 哈哈 我爸我妈三观绝对不一样 我觉得 他们也结婚了也也也也也过到什么 了解是有过程的 对吧 是 那为什么人家要谈恋爱再结婚呢 而且我觉得你不要 还继续 帮我 只能听到 过程 还有 往前 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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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会投射在他爱人身上 伴侣身上就是什么 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不过他确实也需要解开一下 他自己父母关系对他的影响 对我自己也是单亲家庭 可能对我的影响就跟猴哥是差异很大的 我喜欢William说的 你首先自己要先变强大 就是那一种底气跟自信 有时候对方是感觉得到的 我们也会被那样子的东西去吸引 或是崇拜 我觉得我好像刚刚看到猴哥这样 我有点就有点站在他那边 因为我觉得自己某些原生家庭 跟他有点像 所以我刚刚其实有点 就是他哭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点难过 因为就是会能够感同身受他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们讲出来其实是容易的 你知道自己变强大 然后然后我觉得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家 有些家庭 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 我们就真的不太能够那么 那么觉得自己那么好 或者那么能够把那种爱表达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其实很容易胡思乱想 嗯 以后如果我也可以走到婚姻 说真的我就不希望让我小孩 像我小时候那样 会觉得我没有被需要 然后我妈妈说 就是其实当时我是被不要的 嗯 你知道那个东西 其实好像在我长大的过程里面 你说我怎么会变强大 就是 你 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不舒服 就让眼泪流下来 因为不让眼泪流下来 这件事情更痛苦 当父母真的不爱对方了 他们离婚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离婚之后 怎么样去跟孩子解释 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 让他知道 虽然爸妈分开了 但是自己不是一分为二的 所以说当大猴 他想要一个完整的结果的时候 这个是可以特别被理解的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让孩子理解 对 他们的问题是成人的问题 跟小朋友没有关系 不是他的错 我这一季看心动的信号 感受更不一样的是 心动小屋更像一个很温暖的小岛 那在这个岛上 我们在寻找爱的同时 也会被爱治愈着 嗯 我们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加的勇敢 当你那一刻闪着光芒的时候 你的爱就会来了